5300這個是一個41歲的女性 就是泰安幼稚園裡面的幼教老師 她也是這個女竹工 就是4735的同事 5月19號學校停課之後 她後來就隔天開始有發燒的症狀 然後就曾經到診所就醫 因為5月23號 她被4735匡列為接觸者 就進行採檢 就確診陽性 5444就是11歲的女童 就是這次泰安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那她本身 她媽媽也是後來確診的一個陽性個案 但是還沒有 這個由中央來給她一個編號 那她是母親先有臨床症狀 她本身是沒有症狀 那因為這一次 我們到泰安國小 通知學生跟家長到學校快篩 結果這個孩子快篩是陽性 再進一步驗她的PCR也是陽性 5447是一個39歲的家管 那這個比較特別就是她的小孩就是泰安幼兒園的學員 那她之前呢 接送小孩的時候 常常會跟這個暗號5300的老師常常在一起聊天 那她曾經到大雅國中學對面的菜市場 也有到西屯路的黃昏市場 但是都有戴口罩 那一直到5月24號會有一些腰痠背痛的症狀 那她到那天就到泰安國小快篩 那快篩之後陽性再進一步的核酸檢測也確診是陽性 首先我們第一個發現的是4735 這個女性的雛工 她也是泰安國小裡面的員工之一 這是雛工 然後她把這個病毒呢應該傳染到有三個老師 就是在這邊她總共有幼兒園的老師 那幼兒園的老師呢 有兩個昨天才確診 所以目前還沒有領到 還沒有安排到她的號碼 中央還沒有給號碼 那我們到這邊來看 那這邊有一個泰安國小的老師 她的小女兒小5的學生也確診 那確診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全班同學都給她做快篩 結果都是陰性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5300 這個確診個案呢 她的學生18個學生裡面是陰性的 但是她這個學生裡面其中有一個媽媽 就是5447是陽性 除此之外呢這個老師的父親也自己被通知到醫院去採檢 結果也確診陽性 不過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寫魏嶺 魏嶺的意思就是中央還沒有給編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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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